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布莱梅乐队下集 上一集我们讲到 驴 狗 猫 鸡都老了 他们的主人嫌弃他们 要除掉他们 于是他们四个凑在了一起 准备去布莱梅 组个乐队当音乐家 可是路途遥远 他们一天也到不了目的地 到天色渐暗的时候 他们走进了一片树林 准备在树林里睡觉过夜 驴和狗躺在了一棵大树下 猫和鸡呢 嗅嗅上了树 那只鸡更是一直爬到树顶上 越高的地方啊 对它来说越安全 而且啊 鸡可以俯瞰四面八方 替它的团队战绍 突然 鸡发现远处有一点光亮 就对大家说 哎 在不远的地方有灯啊 有灯啊 就一定有房子 有房子就一定有人 驴说 那我们过去吧 去那边找睡觉的地方 我们就不至于睡在大树下 跟树上了 狗也说 对呀 如果我能找到带肉的骨头 那简直太棒了 于是啊 它们四个就向着灯光前进 随着它们越走越近啊 那个灯光就越来越亮 越来越大 最后在它们面前啊 出现了一间灯火通明的 墙盗窝 没错 这房子里住的 可都是凶狠的墙盗 四个人里面啊 驴的身形最高 他走到窗户前 前脚往窗台上一搭 他偷偷地看着房间里的动静 公鸡问 诶诶诶诶 我说 驴子 你看见什么了 嗯 我就看见里面有一张餐桌 这餐桌上啊 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 这些凶狠的强盗啊 正围着桌子吃饭呢 狗说 如果坐在餐桌上的不是强盗 而是我们 那该有多好啊 猫说 那我们能不能想出办法 把强盗给赶出去啊 驴说 嗯 猫说得对 我们自己是没这样的本事 但如果我们凑在一起 也许能想出个办法 四个动物就赶紧商量 如何把强盗给赶出去 想来想去啊 嘿 他们还真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驴啊 把两只蹄子搭在了窗台上 狗呢 就跳到了驴的背上 猫又跳到了狗背上 最后啊 这鸡才飞上去 蹲在了猫的头上 等姿势全摆好 驴啊 突然大吼一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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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他们冲破了窗户 跳到房间内 这时候破碎的玻璃 噼里啪啦 稀里哗啦 都掉在了地上了 哎呦 这种可怕的混在一起的吼叫声啊 把强盗们都吓坏了 他们从来没听过这么可怕的声音 这一定是魔鬼来了 强盗们 哎呀 快逃啊 他们惊恐万分的 就逃出房子 逃进森林里了 哈哈哈哈 这四个老家伙啊 就坐上了桌 高高兴兴地享受着 满桌的美食美酒 一直吃到 每个人的肚子都撑得圆滚滚 吃不下了 四位音乐家吃饱了 然后呢 把灯火吹熄 按照习惯呢 给自己选了一个舒服的地方睡觉 驴躺在草堆上 狗趴在门后面 猫呢 缩进了壁炉里 已经熄灭 但还很温暖地探灰里 鸡飞到了屋梁上 这四个老家伙啊 走了那么长的路 早就泪垮了 很快啊 就睡着了 一直到半夜 其实 强盗们并没有走 他们远远地 看屋子里的灯都熄灭了 等全都安静了 这个时候啊 他们的老大就说 哎 我说啊 我们可不能当胆小鬼 他派了一个强盗 却搞清楚房子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强盗啊 小心翼翼地 摸到了房子门口 小心翼翼地 溜进了厨房 他呀 什么都看不见 想点亮厨房的灯 嗯 他就看到壁炉里面呢 忽明忽暗的 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就像是还没熄灭的木炭一样 他哪里知道啊 那不是木炭 那是猫的眼睛 他呀 伸出了一根火柴 想放到木炭上 把火柴点燃 然后再去点灯 可是 整根火柴就戳到了猫的脸上 这猫可不开心了 咪哟 一下就跳到强盗脸上 又是踢又是抓 把强盗的脸呢 抓成了一只大花猫 这强盗吓得要命呢 拔腿就跑 想从后门跑出去 他哪知道啊 门后面躺着一只狗呢 这狗也醒了 跳起来 一口就咬住了他的后腿 这个强盗疼的呀 转身就冲出房子 他刚跑到草堆旁边 这驴又伸出了后蹄 狠狠地给了他一脚 碰 睡在房梁上的公鸡 被这个声音吵醒了 对着下面 就这么大叫了起来 这强盗没命地跑回了其他强盗的跟前 我说老大 这房子里蹲着一个可怕的老巫婆 她对我又是吼 又拿她的那个爪子抓我的脸 还有门后面 埋伏着一个拿着刀的武士 冲着我的腿 不止就是一刀啊 对着 还有院子 院子里啊 躺着一个黑色的大怪兽 他用一根棒子 狠狠地敲了我的屁股 对对对 屋顶上还有人喊啊 有人喊 抓坏蛋啦 抓坏蛋啦 嗯 我打不过他们 我就只好跑了 从此啊 强盗们再也不敢靠近这间房子了 嘿嘿嘿 这四位布莱梅的音乐家 在里面住得逍遥自在 再也不想搬出来了 他们更把这里当成了创作音乐的起点 等着未来有朝一日啊 可以去布莱梅开演唱会呢 好了 萧尔多 这个布莱梅乐队的故事 你喜欢吗 为什么猫狗鸡驴 可以打败这么厉害的强盗呢 咖啡